又有对岸军事迷画攻台模拟图 吃台湾的豆腐 值得注意的是 图中一名貌似国军士兵举起双手 他的后面有一架坠毁的直升机 几名共军用步枪指着一个人 而这个人似乎就是蔡总统 这是一名自称奇缘的大陆网友 他画的油画 内容模拟共军登陆台湾状况 画面上除了有两栖装甲车 以及陆战队登陆海滩外 上空还有攻击直升机支援 远方还有大陆的殲-11战机经过 中央则有仅限七十华单的字样 很明显这是大陆网友为了庆祝十一国庆 自制的想象化 这是中共运用网络所进行的恫恶性手段之一 有时候在网络上也以假讯息的方式来干扰台湾社会 这跟凸显中共从未放弃武力犯台的野心 国庆绝对有信心有能力让解放军犯台失败 感谢 就是现在我们是想好放大焦了 失败的可拉 拉 拉 让你爽 失败的海浪 浪 浪 让你浪 121312机交管你先招待 保持目视 保持目视 保持航向洞有洞高度4000尺 我们现在正在跟机械交管 我完全没有办法看到你 13210而已 我可以通话中间检修 11510雷达完全没有办法看到你的信号 823听你声音段段续续 麻烦请再讲 罗米尔S823 零边 零边呼叫 罗米尔S2209 目视爬高道3000 如果你通信不良的话请你返回归人 飞船 罗米尔 洞35 八重发动 听你声音有点小声 请问你到哪里口了吗 1212210而已 如果可以通话中间检修 交流道具 落地后检修无线电 居民无线电通话不良 感谢观看